今天的导演 李宜刚导演 有请也是我们的林仙主演 欢迎来掌声欢呼声 欢迎走出发 好的 还有我们这部电影的编剧 谢谢陈正苏老师 欢迎 来我们的林仙主演 李星辰 林仙主演 男佣奇 以及联合主演 孙肖 来 掌声欢呼声在哪里 我相信大家的欢呼声和掌声 对于当下我们对各位 主唱特别是我们的林仙主演 来说是额外的重要 首先就请我们的各位主唱 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 以及媒体帮我打个招呼 在这后的各位观众 还有媒体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宜刚 是林仙敏的导演 同学也是演成的代言者 谢谢你 来 张老师 大家好 我是电影《云当》的编剧 因为我们只是在这个位置 没有对我们的编剧 在这里 大家忘记了 嗯 谢谢 对 李宜刚才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编剧 来 掌声送过我们的声音 说了 好的 来 我们先来来来 冰晨 跟来她们的好 大家大午好 我是永远李星辰 在云上的游当中 在永秋时 谢谢大家的观众 谢谢大家 欢迎谢谢 大家好 我是演员梁永齐 在云上的云中扮演的是青云 谢谢大家百王山中抽空来 观看我们的云上的云 谢谢 欢迎 欢迎 欢迎雨齐 来 萧磊跟她打了什么招呼 哈喽 各位大家好 夏吴好 我是萧磊 然后在云上的云当中扮演萧磊 然后很荣幸这部片子 是在我的老家 浙江泥水的静宁县曲景 也希望大家有空 能到我的老家去做客 感谢大家对云上的云上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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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希望大家来唱的电影之后 可以到那一堂水股去走进来 感受一下那一堂片风景的魅力 当然 我们知道 这部电影是我们粤刚导演的 第一部长篇院线电影作品 除了台上和林定真作战的主唱之外 其实今天还有很多 我们中国电影界非常厉害的幕后的老师 所以这部电影《保驾虎皇》 也特别来到我们手里的现场 接下来呢 我们也把他们介绍给大家 当然也请各位老师 可以起身跟现场和我打个招呼 首先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电影 云上居云的制片人郭美清老师 欢迎郭老师 欢迎我们的入院指导张经验老师 好 还有我们的剪辑指导黄博军老师 摄影指导张浩老师 美术指导张浩老师 非常辛苦 对 其实刚刚大家都成为了您的这部电影的第一居观众 然后呢 刚刚在大一幕上也有很多您的好朋友给您录了祝福的ID 其实呢 熟悉您的活动至老 前两天宇云老师就醒悟起来了 专门回来看长春 回来看郭富丽 带着她的电影开车跑路演了 其实今天这个日子格外是重要的 所以 想听听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跟现场的媒体朋友 以及台下今天也来了很多的好朋友 分享一下 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又激动又忐忑 激动的是经过两年多的筹备 设置后期剪辑 并云上的云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谈到的是很残酷 任何一部电影上面越线 就要接受大家的这种 这个词叫什么 接受大家的这种 简阅 这叫简阅吧 是简阅 那这就是我非常忐忑的一个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 对于电影呢 我是一个小学生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期作品 请大家多多支持 也请大家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 在这条路上我会继续的努力前行 谢谢 谢谢 小学生 小学生 我们就一起来复制一下这个小学生 在电影上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 无论您在各大的晚会 舞台 国内 国外 都非常的成功 收获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喜爱 但是大家知道您要做导演这件事 就格外的好奇跟兴奋 可能怀着不一样的心情 期待您的这部电影作品 也想听听我们的旅刚代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跨界做导演 而且是做电影导演 其实很多人一想 特别是消极一步来 我收到了很多的这个 询问吧 就是问说 哎 怎么突然之间就做了导演 但其实真的不是突然之间 其实 自己内心当中 筹备电影已经很多年的时间 特别是18年的时候 我认为说 想做一个好的电影 可能要专业的学习一下 18年我就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导演系的清修班 学了一年去熟知一下 整个的电影语言和视频语言 那叶黄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没有想到这个电影梦 做了很长时间 但是其实我也挺特殊的就是 小的时候 我们的露天电影 那个村子里 在放小城市村的时候 只有一个小孩 一个小观众 但当放少年寺的时候 就会很多很多的父老相亲 来看这部电影 那个时候 基本上就种下了一个电影梦 也很多年了 嗯 也就像您说了到北京电影院 进修 其实完成这部电影之后 您可以说是真正的 走进了电影 近距离的接触了一下 容易吗 这事儿 做电影肯定不容易 大家知道我的专业 还是在唱歌这个领域当中 但是这个过程特别特别的长 终于和电影人们支持一步 嗯 那刚才也讲了 接下来再继续努力 大家喜欢什么样的片子 我可以继续再拍 继续再拍 心中也有很多要表达的一些想法 嗯 各位来见 还有很多啊 其实您一直传承着 呃东方的 讲好中国故事 其实电影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一种方式 是 对 我相信鱼儿导演身上 有这样的自文人啊 在未来的大屏幕上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 经典的电影作品 包括其实您在这个次尝试 那您这边的程庆松老师 我相信也给了很多的支持 啊 又是制片人和编剧 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在现场 程老师您要跟大家来 来分享一下 我们片头都看了 呃制片人 陈诚松 编剧 巴松 巴松莫非是 您的 重庆人 哦 重庆人 原来就是一个人 哎 也能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然后这次的李云刚导演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部作品 呈现大家面前 通过这次的合作 两位有克服了 怎样的一些困难 嗯 首先今天 一就是亲友和宋美国 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谈谈 第二呢 我是特别 激动吧 特别恭喜 御刚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今天能够面对北京的观众 首作的观众 也是最挑剔的观众 希望大家多多的包含 嗯 然后那个 其实跟李云刚的缘分是在 2002年 我们俩一起去看 照顾跟演唱会 我们在那个首相识 而今年是12年 而这过程当中 李云刚一致在做他的电影呢 然后他刚才提到我 他上电影学 所以我当时给他的一个电影 给我的电影学 去学习一下 再开始拍一部作品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 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 说叫我去一个浙江静的地方 那个地方被称为先渡 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他说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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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他的想法叫丘石 所以他就带着我去了浙江静 我们走进了那片山水 我们一起去采缝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来打模具呢 然后和他一起来完成了 这个創作 大家可以看到邱氏,她的个性在电影里面的呈现。 她因为最后一场演出,在剧场也完全没有来到现场。 她决定电影的剧场,所以这个电影不仅是三个人明暗的故事, 也是一个非常大爱的故事。 她要在人间电影的剧场,在电影的庙堂。 这是对一个女孩在,就是一个非常的一个状态。 所以,最后我们今天把这个电影拍出来了,非常非常的激动。 然后,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一起聚集在郁刚的周围。 像清晨,她是18岁就来到上海国的电影后,去年也是皮尿电影后。 然后,用起优势现在刚刚面容显出来的, 一个非常给大家看好的情人和大力的作品。 还有没有来到现场的表演艺术家艾莉亚、宋晓英, 他们也都是冲着郁刚的这个作品,来到了我们这个电影。 所以,有非常好的团队,刚才介绍到我们的录音指导, 当金妍,她一年叫李斯文完成末,代表中国参加奥斯卡的, 她从这部电影的录音指导。 我们的摄影师张浩佛她摄影指导的影片, 马贝桑的法庭在威尼斯电界多多大的。 我们的剪辑指导,黄博军她剪辑的影片, 《白燕火》是博林电影的精神上的获得者。 所以,我们的幕后创作人员非常非常的强大, 还有我们的年轻的美术师丁斯文。 所以,今天也接受大家的电影,我们特别的激动。 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影片。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成为庚老师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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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支电影的保驾复,也是争取了所有自己的资源。 争取了所有自己的资源。 争取了特幸福。 有这样台生幕后的老师的分享。 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自天人, 李星他特别专业。 我觉得电影的拍摄到我们这个电影上映, 他付出了非常非常的多。 谢谢你,庚老师。 您刚才问我。 其实我现在盛商的盘子还有些。 18号就上映。 直到整个电影上映结束, 可能才是我最轻松的时候。 最轻松的时候。 接下来导演。 你也知道轻松的人在导演。 有轻松的,一切都轻松。 后面导演还包括我们的主创, 还要紧张地去宣传录远的工作。 刚才提到了, 陈庚老师说了, 秋迟这个女孩, 其实在导演期间中, 早到的就已经中下了。 今天这一次, 在影片当中, 饰演了秋迟这个女生。 她是一个专业的舞剧演员。 其实我们都知道, 你是北舞音乐剧毕业的。 其实是有一定专业基础的。 但是舞剧跟你的想象一样吗? 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或者是一些可活的困难? 在我拿到这个剧场之前, 我是不知道我们浙江还有一个剧主的叫物剧。 因为本身你就是浙江人吗? 对, 所以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只听过什么乐剧啊, 黄梅戏啊, 但是我都不知道有个物剧。 所以, 通过这一次演出, 然后学到, 也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地方文化, 它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我觉得, 对年轻人知道这些支持也挺重要的。 然后我顺便学了点小鸡毛。 对, 刚刚好够用吧, 可能吧。 但他的扮相特别的, 太经验了。 太经验了。 嗯, 然后整个拍摄过程也很开心。 所以,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谢谢我们今天这一次特别经验的表演, 就是这样的女孩, 呈现给大家的一个面前。 OK, 接下来跟我们勇气地来聊一聊。 其实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了, 你是我们这个, 萧蕾定义为, 就是一句话就能转回来的, 转回来的爱大男儿。 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勇气,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心中轻易的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人, 一个男生。 对, 您刚刚说了, 我纯爱大男儿。 我觉得他, 萧蕾的, 在片子里的形容, 其实蛮贴切的, 就是, 像风景一样, 一转就很难了。 其实风景, 他有牵犯, 他才能够起飞。 对, 秋迟就是清零的牵挂和动力。 对, 然后他本身是一个, 比较简单, 然后情感细腻和, 有点敏感的一个感受。 所以他有时候会有些内耗, 跟可能现在, 很多, 一部分很多那些, 离乡的年轻人, 会有一些相似之处。 对,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应该也是, 演唱一幕的第二部, 电影作品吧, 然后, 但是第一部的领先主演, 这一次有跟郁刚大学合作, 给您大家, 什么样时刻的, 意义和感受。 刚开始, 知道的时候, 其实还蛮紧张的, 因为感觉导演, 很有获利。 然后, 敢启动一个, 电影小白, 去, 男人静云这个角色。 然后, 我心想, 我别给人, 李老师, 手部作品给弄砸了。 对, 然后, 那后面就是, 我们在, 各位主创, 一起探讨剧本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把这种压力, 给卸掉了。 对, 所以整个创作过程当中, 是非常的, 而且愉快的。 对, 而且当静云的景色, 他老家, 就非常的美, 我们就跟度假一样, 就把他给, 很愉快的, 就拍完了。 对, 别想办法, 有些馄饨的味道怎么样? 好啊, 笑,笑,笑, 很香啊, OK,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和我们的小脸来聊聊, 其实小脸在影片当中, 饰演了清云的好兄弟, 然后在影片当中, 他还有另外的身份, 就是把他的音乐才华, 贡献到这部影片当中, 好像包含了三首, 插曲宣传曲, 还是执行制片人, 还是执行制片人, 非常非常有才华, 有能量的男生, 然后也想问一下, 就是有歌手的身份, 当然有演员的身份, 这两种不同的身份, 会给你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在这个影片当中? 其实我是第一次演电影, 然后, 我觉得做音乐有音乐的节奏, 但是演电影的节奏真的是不一样, 电影是高于那个, 源于生活, 但是高于生活的艺术, 然后电影当中的每一个桥段, 像导演设计的一些, 不随意的随意的, 然后精益设计的不精益, 这些东西是要通过这个很, 心理节奏把控很强的人吧, 所以我觉得, 哇,第一次演这个电影, 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呢也很尊敬很敬佩, 我们所有的电影员向你们致敬, 谢谢, 谢谢小蕾, 既然在影片当中都超慢了, 那现场有没有可能, 我们听听现场版的, 你的音乐的作品, 怎么样大家想听吗? 我们来上两句, 唱一唱一唱, 唱一唱一唱, 可以唱一唱这个暖暖, 你唱完了之后, 正好, 那首歌又出我的颜色, 又是有期的, 在电影当中唱, 就会交给你的, 好, 我们来, 来上去, 总有暖暖的风, 暖暖的吹, 暖暖浮过一角, 暖暖的你, 暖暖的我, 暖暖唱着歌谣, 总有暖暖的雨, 暖暖的飘, 暖暖阳光逍遥, 暖暖的你, 暖暖的我, 暖暖的在一起, 看雨上的雨, 哇, 好温暖, 好温暖的歌声, 好温暖的歌声, 瞬间又把我们带到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 九十多分钟的故事当中, OK,那今天呢, 除了我们的主创来到现场之外, 还有我们的各位媒体朋友,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我相信对于主创来说, 可能也是个外坦诚, 像包括我们的女方导演, 包括张老师, 经常参加首演礼, 会经常受邀, 然后看完电影之后, 第一时间跟主创们分享, 但是今天身份有点变化, 站在舞台上的是各位主创, 今天其实也有很多的老师们, 前辈们, 来到我们现场, 咱们要不要听听他们, 看完电影的感受, 首先, 我们把话某交给我们的著名导演, 李玉导演, 李玉导演, 在哪里? 欢迎, 欢迎李玉导演, 来, 我们工作人员, 帮我们把话某交到李玉导演的手下, 我们也要恭喜李玉导演, 今天这个一次度完成, 代表工作, 参加了这台, 恭喜, 恭喜, 我说一下, 我跟李玉导演真的是有缘, 李玉导演真的是有缘, 我们两个真的是有缘, 导演就李玉, 我就李玉导, 我们两个猪连平和, 对对对, 你在现场, 你在现场, 大家叫你什么? 刚哥, 你也叫我刚哥, 刚哥, 这就是我名大爷, 那也叫刚哥,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电影, 而且我也不奇怪做导演, 因为最早的时候, 我跟金松是好, 好多年的好朋友, 我们是在一个生日的时候, 我认识的, 我记得是小庆姐还是谁, 说让李玉和李玉刚合个影, 那张照片我到现在还留着, 然后, 你就开始说, 其实你一直想做一部电影, 来之前其实我也有点忐忑, 因为我不知道, 属于你的电影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尤其是青苏他本事也是编剧出身,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合作, 没想到融合的这么好, 以至于让我, 因为开始编剧的时候, 青苏没有打开了原理, 所以我也是另外一个编剧,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属于你自己的背影, 非常属于, 就是融合到让我看不到青苏的痕迹, 就是那种吃, 那种爱, 那种对这片土地, 和对你自己心中想表达的那个梦想, 那个感受, 非常让我感动, 很真诚, 而且我不知道在18年的时候, 你去学了一年的电影, 这个也让我觉得, 你对电影的那种爱和静内感, 然后从文本上来说, 我也觉得他很属于你, 就是这两个人, 我感觉就是星辰和青山星辰的那个, 对, 就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好像都是你心中的这两个人, 都是你自己, 一个是对传统的美感的, 传统吸取美的一个执念, 甚至是一个非常大的坚持, 一个是对于现实的残酷受伤, 你去想逃离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都是, 呃, 刚跟你自己, 所以, 所以这个角色, 你自己的角色设置的非常好, 我觉得又带了一点流离感, 又像是一个见证, 你自己对梦想, 对于自己想要执着的表达, 执着热爱的那个部分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不光是这三个人的情感纠合, 我感觉, 还有就是我比较惊讶的是, 一个导演在把一个剧组, 就是一个, 就这三个演员, 还有其他的演员的表演的, 那个审美的调性统一在一起, 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 经常有一些电影, 我们看到是各表演各的, 但是我感觉他们身上, 都带着你的一些韵味, 我觉得这是导演的功力吧, 我印象比较深, 比如说星辰去擦那个花瓶, 有一些我偶尔想到那个青木花的滋味, 挺久的那个青木花的滋味, 就有一点那种韵味, 吃意, 音乐性, 就给人的表演身上带有, 你身上带有的很特别的一个音乐性,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美感的, 都很像是导演身上流淌出来的, 灵魂的一部分的韵味, 然后感染了这几个演员, 让他们身上都带有那个味道, 这是导演特别重要的, 非常重要, 我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包场, 我一定要在没有发言压力的情况下, 静静的再看一遍, 我做下午就要发一个那个包场的那个, 对, 我已经做好这个包场, 因为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影, 在一个喧嚣的世界里头, 你还坚持做你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你应该继续拍, 还有我觉得那个幕具好美啊, 真的好美, 真的好美, 我从来没有演出这么美的一种音乐的表达, 我觉得以后你的音乐, 你的音乐创作可以加一点这个东西上去, 心诚要特别的表演一下, 因为我看到你的《逍遥夜》, 我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那个扮相绝美, 这么好的扮相, 就让人美到恍惚了已经, 然后各位主演都很好, 我觉得轻松你最大的贡献就是, 我没看到你, 真的, 因为你以前也坚持过关于戏曲的, 我知道你给戏曲的那份坚守和爱, 但是在这个理念, 我觉得你完全成全了棒哥, 真的, 是不是, 我觉得完全是李宁刚自己的一部作品, 完完全全的, 要达自己,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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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希望你和李宁刚导演的, 这个缘分, 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合影, 以后的机会变成合作, 好吗,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好, 那未来李宁和李宁刚导演去合作, 那我当然跟李宁导演趋心学习, 这是计划, 毕竟我也是刚刚迈福的第一部, 哈哈哈, 我们下来做, 对, 走上边有路就是不住人了, 好, 接下来我跳画桶, 交给我们的著名演员导演, 陈建斌老师, 来, 画桶再, 对对对对, 来送给我们的陈建斌老师, 工作人员立下画桶, 来, 好, 我们的画桶就不往两边收了, 然后我们就都放到中间, 就有了我们的嘉宾帮我们来传递一下就好了, 欢迎, 欢迎陈建斌老师, 那个, 首先, 我就特别恭喜这个, 李宁刚导演, 然后呢, 清松老师, 与星成的, 然后, 所有的这个演员, 我觉得, 我观影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呢, 李宁刚导演, 是一个非常, 成熟的导演, 就不像是拍第一部电影, 然后清松老师也是, 能写的这部剧本, 在我们看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特别受教育, 最重要的就是, 我在这个电影里也感觉到, 地方戏的这个美, 就是我, 我毕竟, 我也是学戏剧出身的, 但是, 说实在的就是, 比如说, 物具啊, 这样的地方戏, 所知甚少, 就是在看这个戏的过程中, 我就, 回想起, 我以前, 在上大学的时候, 在中戏, 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 剧场, 星期间, 就是放一些过路的那个, 好电影, 我们进去的时候, 就坐在那里, 静静地看那张电影, 我觉得, 我今天看你这个电影, 那个气质, 那个感觉, 给我的, 就特别像当时, 我在学校的时候, 看到那些电影的那个感觉, 就是它, 咱们不说它文艺, 或者是商业, 而它很静, 就是, 就是能让你的心静下来, 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这个国产电影, 我觉得电影市场, 会应该只有一种节奏的电影, 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节奏, 这个电影, 有快乐, 有慢的, 有让人觉得特别兴奋的, 但是也有一些电影, 我觉得就像, 这个鱼杠这个电影, 那看完之后, 让你觉得特别释然, 特别安静, 我让你找回了你自己, 曾经的那个初衷似的, 所以在这点上来说, 或者我觉得这个轻松, 和这个鱼杠合作的, 这个非常, 就是很, 很你们自己, 这个电影, 不是说我要学什么,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没有, 我觉得电影就跟人一样, 就是说, 越是成为它自己, 我觉得就越重要, 所以在这点上, 我觉得, 特别要恭喜, 各位主创, 我个人也觉得, 我觉得我希望, 能够有更多的观众, 来看这样的电影, 我也希望, 我们中国的荧幕上, 出现各种各样的, 云上的云, 这样的电影, 我们这个观众, 就会, 不偏食, 我们就会, 所有的这种精神食量, 我们吃起来, 我们就觉得, 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健康,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 像云上的云, 这样的电影, 不是太多了, 而是太少了, 所以, 希望, 鱼钢导演, 清松老师, 能够继续合作, 为我们奉献出, 更多的电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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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 谢谢, 好, 接下来, 我们把话头, 交给我们的, 著名表演艺术家, 刘佩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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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部电影, 就是一股情流, 在我心中, 已经流过两次, 前天十一号, 在长春电影之分场, 雕放, 我已经看过一次, 今天又看第二次, 这对于我来说, 也是第一次,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 看过两次, 我觉得这个电影, 就像陈建斌刚才说的, 就是各种类型, 它要丰富起来, 它不能只是一个一种类型的, 一铁战, 成铁战, 这种心流, 是观众才是需要的, 一种可爱的, 并结合的, 我觉得这电影, 非常的, 不矫情, 很柔和, 以古剧为背景, 描写了一个凄美的爱情, 但是, 还有梦想, 整个的调子, 我觉得, 确实是挺像, 宇刚内心的那种梦, 各位主演, 都是非常优秀的, 没有喜欢, 都非常大, 非常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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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基老师, 好的, 接下来, 把话筒送到我们的中间, 我看有一对姐妹花, 走在我们的中间, 小雷姐, 还有我们的新鱼姐, 有请, 王特蕾, 你终于来了, 还有我们的二约导演, 对, 上次, 上次, 我们俩一起说, 我们俩一起说, 首先, 特别的开心, 我的好朋友李玉章的导演处女作上映了, 回忆起, 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还是在2006年, 我俩一起拍了第一部电影, 天下地儿, 我俩一起, 有做的那个时候, 我们都是演员, 那是一部喜剧圈, 之后呢, 我们俩又一起跨界喜剧王, 刚才呢, 各位前辈和老师都讲的这个电影里面, 看到了很多, 嗯, 思想性的, 包括个人的, 独特的一些见解, 我其实看的角度又是另外一个方面, 我看到李玉章的幽默, 而且这个, 是不是啊, 有了哈, 没有人, 有, 有, 有吧, 有吧, 对, 而且她的幽默的那一段, 是在勇琪的身上表现出来的, 勇琪我是没想到, 你长得那么帅, 你还那么好玩, 而且, 因为我, 我们俩一直在那说, 带着, 对吴锦言这个姐妹的保护, 是有浴镜看力的, 带着沈氏的眼光, 没有, 我今天没太惨了, 没太惨了, 今天是个深情的男孩, 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孩, 所以你得非常感谢, 李玉刚导演, 还有我们的陈青松老师, 把这么一个, 你在你的角色里面, 打个拍声仗的角色给你了, 非常地开心, 还有陈老师, 我觉得这部, 因为你的剧本写得很纯粹, 我就感受到, 陈青松老师, 李玉刚导演, 你们两个的内心啊, 想要表达的那种境界, 是在我们喧嚣的, 繁忙的大城市的生活, 沉淀下来之后能够感受到, 我们会想, 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 我们最想做的是什么样的, 我们能不能亲近所有, 没有去为这些事情, 付出一切, 今天我们俩边看, 一边讨论啊, 悄悄的, 然后听着暖暖那首歌, 那个小美丽丽歌的, 我们俩还在拥抱, 他很适合, 真的, 就是我们俩又看着PEPSI, 然后就说, PEPSI, PEPSI, 我说王宁又说他, 然后他说, 你还喜欢甩一点吗? 他说, 不行,他有点帅嘛, 就很开心, 最后要说一下女主, 表现很精彩, 首先你的扮相, 一出来我就说, 哇, 无可挑剔, 太美了, 第二, 我再看你的身态心调, 还有手眼神发布, 让我很惊讶, 你以前是不是学过悟君呢? 没有, 没有,没有, 只是提前去剧组, 一周, 然后, 一周就可以变那么好? 还有不, 没有, 因为我偏常去偷拍他, 他在镜子里面练习的情节, 对, 我以前有一点点分曲, 上过两个分曲, 后面是感同好, 就是, 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的治愈, 然后主创都非常的纯粹, 是适合在一个, 大家压力很大, 高强度的时候, 一起, 带上你的好朋友, 像威力什么的, 我们一起听暖暖, 然后一起, 很开心, 感受这份, 轻松的电影, 恭喜, 这张导演, 谢谢, 谢谢, 谢谢小伟, 这个小伟也很想感觉, 我们的女人上的女人, 就是特别适合, 曲曲身上的单个儿的一部电影, 是吗? OK, 来, 我们再来, 姐姐, 我看了之后, 我看的时候, 我跟小伟就说, 特别喜欢, 然后想说, 以后我们肯定要发言了, 只是我, 刚才想了很多话, 但是我现在突然想说, 其实, 我跟轻松是很早以前, 就很好的, 就是,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 轻松, 其实你和李宁岛老师, 你两个内心很像, 很像, 所以你们很契合, 就整个电影呈现出来的这种意境, 是李宁内心想要追群的那种, 纯粹的情感, 很契合, 你们有相互成就, 其实我觉得李宁岛老师, 你不用看, 每一部电影都要接受观众, 谁不给, 但是每一部电影, 它都一定要有自己的预言, 有一个自己的世界,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创造了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非常的浪漫, 有, 有李宁岛老师的这种, 真挚, 真诚, 和, 嗯, 怎么说, 我刚才说的是那种, 温暖, 然后又有轻松的那种, 看似轻松, 其实有千年万语的那种浪漫, 有他自己独特的浪漫, 所以这部电影, 我觉得是非常, 我赞, 赞同佩奇老师的, 一股亲友, 我很喜欢, 有一种, 啊, 非常志愿的浪漫的温暖在里面, 所以10月18号, 我还不止你知道, 全中国的电影观众都可以知道的, 嗯, 谢谢, 谢谢, 我们也感谢了, 非常爱, 我们也心里也知道, 哎, 有劳人的两位把花筒交给左手边的勇盛, 我们看到青年演员的, 陈勇盛也在, 好, 其实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年青人, 各位, 独创老师们好, 然后, 恭喜, 呃, 林刚老师, 独创给我们带来一部, 特别有韵味, 然后也有意义性, 然后有情外的这么一部, 然后我觉得整个画面如是如画 然后就是我非常喜欢这种 维里到来的这种像中国文化 然后和现在的创新然后结合的这种方式 就是我就不在各位小伙伴以前发没任何 然后我就是用实际行动去永远去支持包场 然后还有一种期议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们 然后很多年 然后我有时候在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陌生 因为书人特别怕看书人的表演 但是那个陌生的我觉得 他给就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勇气 所以我就是看到勇气还是比较激动 希望未来才能看到勇气继续出现在大英雲 最后祝云上的云 照访他奶 谢谢三奶 谢谢 我们现在陌生的陌生的这样一部特别个性的 特别质感的 特别安静的这样一部成功的作品 为什么说到安静 但是我觉得是一种禁忌 是一种气质 是一种高度 这种高度没有你们深厚的艺术的功底 艺术的修养的积累 没有你们对电影的执着的爱 是很难完成的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心情一样 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要叫我们跟陈老师说的 是一种清流 暖暖的清流 将从我们心田游过 祝你们的影片大卖 谢谢 谢谢我们的政党 今天我们把换回教会 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 乔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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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教授 是 所以我看到了 其实这个作片 应该是大一波的处女作 但是Yeah 但是我就看到了 里面很多成熟的地方 然后这个戏的祖个 Duo 何 统 我看到了很多我们电影学院的同学 都在这里 就在養 executed 真的特别爱 而且看到你们的 呃 这个努力 和这种辛苦成功,因为我知道这个文艺片实际上是特别艰难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自己看这个片子的感受就是,我想起了那个费里尼的那个画家, 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然后我会看到就是余刚导演在这个里面,就是他的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国戏曲,中国的美学的这样的一种热爱和那种坚守。 这个本身也是你的东西,也是亲户的东西。 刚才欣欣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你们很契合。 你们很契合,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行人流水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就是结构。 这个固执的结构,三段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呼应和彼此之间的一种错位。 然后还有我喜欢这三个的人物关系。 就是演员都很不错,李星辰两期。 就是那个三个人物的关系,我觉得表演上很收。 就是不撒多钱,就是很控制。 然后那个干净。 干净,就是他那个真有点像中国戏曲。 他没有什么东西都去打开大河的。 但是所有内在的那种,三个人之间的情愫的那种复杂的纠结的东西。 它其实是用一种很淡的方式来把它表达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高层。 这个其实说实话作为处女作其实很不容易。 因为这种节制的,这种制度的处理其实挺难的。 另外呢,我也很喜欢摄影的调色。 就是在金云这样一个很美的地方,其实容易受不住。 就是真的很容易受不住。 比如说我到西藏,怎么拍就怎么就漂亮。 但是到这个地方的话,我看到的摄影也是控制。 就整体这个戏特别控制。 所以非常的喜欢。 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希望你能够回到学校去。 跟老师和同学们去交流。 好,祝您您的大班。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教授。 先让我们交给我们的韩节导演。 韩节导演,您在。 我现在没时间。 让我们交给我们的韩节导演。 为几位好朋友高兴。 你的表演也是期待你很久了。 因为我之前是看过你的, 关于你的记录。 就是记录片还是采访的。 知道你也是从东北小山村一路走江湖学艺到处。 到处磨练你的才华。 这个给我有很强的认同感。 所以我一直期待你什么时候可以跨界。 所以前年的时候, 陈秋松和老师跟我讲的你们两个合作。 你来写这个剧本。 我在这儿呢。 哈啰。 哈啰。 陈秋松和老师在说你们在最近的故事上。 而我的作品我太喜欢了。 哈啰。 哈啰。 哈啰出现就在我们长生拍。 就在长生拍。 对。 所以我喜欢东北文化。 喜欢东北人的性格。 但是你都非常不东北。 我看这个电影就感觉是一个比较江湖学艺的。 所以有这样的感受。 我也有东北的那些电影。 我太棒了。 我太棒了。 期待你再看我。 从一年多前听到你们做这样的故事。 然后大概也知道这个事情的来中去外。 我也很期待。 因为陈秋松老师很清晰。 他说这个地方有他的特色。 一个是传统文化的剧统。 一个是独特的这个江南风貌。 我就很期待他怎么样讲这个故事。 我今天看了这个电影, 我觉得这个故事讲得很好。 非常具有电影史的本身的自觉。 很多书写电影史上表现这样的文化。 虽然我想起了《小城之春》。 就是一个女孩子摇摆在两个男性之间。 一个代表传统。 一个代表走出去的现代化的身份。 所以在这样的关系当中, 我觉得你也非常的对应这个题材。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去拍这种电影。 很对应。 就是你自身的唯美。 包括我之前一直在看你的歌呀。 你的戏曲的演出。 你的女学官其实是在萌芽状态。 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他和你这个电影的精彩是非常高度计合的。 希望在未来电影当中, 你把你这个维美的这个审美曲向转移它加进去。 未来可能会成为你最独特的关于电影的表达。 电影需要独特的性能和观。 所以呢, 我相信两个细节。 一个是男孩梁永琪, 他来看到, 哎,你正好给西城在化妆。 但他也没表达什么, 就把人走了。 所以这样的奇迹, 我就感觉它应该是从戏曲当中的审美来的。 因为按常规的现实主义影片, 你要讲一个男孩的时候, 我对象将别人在意买, 我肯定不行。 我就又得进来, 把这事给整个明白。 是吗? 要在东西拍电, 肯定现在在干一场。 所以这么出领了, 我就觉得, 哎,你天生其实可能是, 我自己就认为, 人与时间的亲眼, 应该是变回美临任。 对。 不用讲太透, 平致是要留白的。 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 我看到了好几处有留白。 包括, 你第一次上他们家, 我看到是一个特写台尽请, 你在敲他的门。 其实在生活当中, 一般就是, 踩着脚灰进一段, 一推大门, 就听见有人来了。 但是你的处理是, 哎,有人在敲门。 在这样的声音的处理呢, 就觉得, 我觉得你可以将来在, 在戏曲或者是你认知的, 传统的生命当中, 建立起来跟电影的关系, 你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 不特的, 就属于一样的电影。 很高兴看到你们这样的电影。 期待你们才调节的合作, 我很喜欢这个剧本。 我们写这个剧本, 我觉得写得很扎实。 因为刚才是完全解决了, 解决了一个相扣的问题。 因为电影需要, 你机简团统要解决当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精彩透的感觉。 好, 恭喜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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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还有我们的著名歌唱家, 陈琳老师。 陈琳老师在哪里? 哦, 那还有我们的电影评论家, 张卫老师。 张卫老师在。 哦, 来, 我们工作人员抓紧时间, 给我们的张卫老师送上话筒。 对, 张卫老师在前的右侧。 右侧。 关系的玉杠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电影。 另外, 这里是感谢这个余章, 还有原来的那个总统。 就是, 说你的总统有点强。 这是个, 大家刚才说, 这是一股柔美的青烈。 这是兰腾上的女主 Traffy。 南京啊, 洋春白雪。 那么, 就是说, 在这个精美的艺术品, 和洋葱白雪和广大观众打通的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也是做的一些 我们就是从头的地方说一下这个阶段 首先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三角店 究竟艾伦没爱没喜 那观众就问 她到底爱谁了 艾伦鱼章呢 艾伦鱼章从头到尾没有对这个女孩表达出 艾伦鱼章 情方面的爱 那么这个 这个 缠绕着 这个女孩的清云 为什么没有缠住 那么观众又要问 那么我们在这中间呢 就看到了一个 我们要分析这个原因 分析这个原因呢 这个女孩还一开始跟这个 而鲤鱼章呢就是对这个女孩的这种全部的这种请住 也包括是对这个戏曲艺术的一种 那么青云上面的云是谁呢 就是我要穿造附贵啊 就是她这就开始很深了 那么她引她走真正的说 她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你的那个 你盖这个剧场有什么意义 她赚不到钱 你还能盖这个剧场 价值观 就是价值观深深的冲锁 这个 这个 等约送的 多命就出来了 那么就是 这个女孩 她要留在这个地方 因为她霸和戏曲 李玉刚跟她 凝结在一起 也因为中国戏曲 中国文化 那么真正吸引这个女孩的 这个三角链的核心吸引女孩 那个那个 那个凝结力 是在于这个 远远流长的这个物 物具 在凝结着这个 这个东西 那么 这个 这时候呢 就陈群生的这种 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 云上有云 这种深度 就在这个电影里面 就显现出来了 这时候呢 孟青云这段语 演得很小 很漂亮 和李玉刚这种 大山 于上之于比 他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那么这是一种 就是中国故事 来把中国文化的那种 深刻那种远远流长 那种博大今生 又像那种 慢生便宜的山上 都缠绕着各种各样的云 结的这么丰富 这么博大 这时候呢 我看到 就是 陈群生没有消失 就在陈羊刚的影子里 可能这个是陈羊刚 两人共同的东西 对这个 没有结局的三角恋爱 做出了很有深度的解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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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解读 深度解读 看来 陈羊老师 对这个故事 对故事当中 每一个角色 都有自己的深度的理解 OK 确实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介绍到每一位 今天到场来的嘉宾 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的 要感谢一下 我们的梁明导演 要感谢一下 我们的著名的现实演员 陈印权 包括我们的著名音乐人 胡玉彤 演员江中军 以及苏勋伦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再次感谢大家 实在抱歉 没有办法跟听到你的声音 但是大家的个人媒体 社交平台 都希望能够感受到 大家对于这部电影的喜欢 好 好 遗憾这么多人都不容易 对对对对 确实因为我们 对排了很多的听 要去完成 要去完成我们 见证度的观众 好 那当然接下来 我们把我们幕后的 各位老师 也请到我们的舞台上 来完成你们合影 来 尤其我们的制片人 郭伟青老师 以及我们的路易指导 对 还有我们的剪辑指导 红伟青 摄影指导张浩 然后美术指导 丁思文 电影音乐王 电影音乐王壮老师 以及我们的剪辑师 张细兴老师 来 一同来到舞台上 我们拍个大合影 好吗 来 来 来 有请我们的各位幕后的老师 当然了 我们在这里 还要请上几位 我们这部电影 非常重要的幕后的嘉宾 欢迎我们这部电影的三位出品人 我们的王春风先生 以及我们的陈兴旺先生 还有我们的宋大伟先生 来 有请我们的各位出品人 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和我们的主唱人站在一起 那我插一句 好 来 我们的主唱人 在热江鱼水的进行前 欢迎大家到镜鱼去做客 您给大家请几句 对 来 我们的希望 谢谢李刚刚老师 在场的所有的嘉宾 还有我们的媒体 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们这部电影的主要是第一次在镜鱼 镜鱼出来有天然宇室摄影基地的 这么一个美丽 所以在这里呢 我甚至欢迎大家 跟着我们云上的云 来进行大塔 到仙宫彩峰 开启唱满满的雨晨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我们毕竟付这一场之约 好的 来 我们工作人员收一下主唱的话筒 然后我们拍个大合影 好吗 来 主唱 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收一下 我们主唱的话筒 来 那我们就一步到 拼拼反后 帮忙 冯家老师 我们到前走还是拼拼反往后走 拼拼反往后推 什么工作人员调整一下拼拼反往后推一下 好 来 冯家老师举一段手 好 我们一起 好 三 二 一 好 来 中间 三 好 三 二 一 好 后方的媒体我们也看一下 后方的媒体老师之间 好的 那我们的电影呢将会在10月18号 正式的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见面 也希望我们的第一集观众 包括接下来到计划的各位 媒体老师们能够给予我们 这部电影 给予我们的鱼高导演 更多的支持的力量 更多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到这样子一天 鱼上的鱼 好吗 感受让我们也成功玩 有心的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主创 谢谢 感谢你来我们的老师 来 老师 来 来 老师 来 我们 走走 来 来 我们 谢谢 谢谢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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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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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